总统府副秘书长黄崇燕一上台就被问 有没有给网军指导意见 因为我之前是发言人 所以我手上LINE的群组大概有500个 将近其实曾经一度高达接近1000个 那个是官方正式的一些发布 不一定有些有人把我们拉进去 或者是我们因为工作上要协调 说自己被动被拉入很多群组 但不代表有给网军交代任务 会这么澄清都是因为有媒体爆料 2020总统大选之际 不少青绿网军群组都有黄崇燕的加入 还有对话流出说找他尽量安排在晚上下班后 号称以私人身份参加 不代表任何官方立场 说自己谨守奋计 对话流出也没有问题 只是现在被点名的不只有黄崇燕 就连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林处英也被报曾经被邀助政请议 人家邀请你 你就被拉入群了 全部都打成所谓的侧翼 或者是污名化他们 要大家不要无限上纲 但在野党就质疑被报的时间点 怎么这么刚好 选党主席这个消息 这个就是你会不会觉得 这是对你们这个殷戏的罪伤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殷戏 因为作为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我的工作就是辅佐总统 就是这个群组的内容 是互相交流还是指挥作战 那我想应该感情不错 一个撇清一个酸网军婆 有切割的意味 也让清律群组管理员炸锅 痛批要不是有我们这些正规军 民进党能走到这里 更放话12月的嘉义市长 补选全面收手 看民进党怎么选 力挺理居 反转新嘉义 也难怪前一天 民进党立委大集合 就怕没了网络奥元 再失一成 TVB的新闻 刘立成伟佳琪 台北采访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师也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